大家好,我是李玲,台大公民研究所的李玲 然後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簡單的介紹一下Deep Q Network 那因為基於其實就是Deep Q Network它雖然就是它雖然有針對Q倫理的一些東西做出一些辦法改變 就是它要把原本我們Q倫理這種Table的方式來決心然後變成了沒有流過的方式 但是就是本質上在算法上面它其實並沒有脫離Q倫理的核心架構 所以在這邊我們就是在這邊我好好就會就不會在對理論的部分就是多做贅述 會比較focus on再來就是Q Network它弄出來之後 Deep Q Network它就是被架起來之後 它到底可以學到什麼東西 然後它有一些哪些限制這一塊 好,那其實在我們也知道就是大概大概2013年 其實2015年它才把它就是完整的就是東西丟出來 但是在2013年Deep Q Learning剛出面試之後 就是Reforce那裡就開頭然後一路到今年 那去年之後就是Deep Map他們就是整個 整合了就是近幾年的一些厲害的一些改進 然後又多出了一個看起來很花俏的Rumble 對,然後它其實其實就是它的核心價值是 它就是把這就是DQN就是剛就是發布之後 然後一直到就是2017年之前 然後大家提出了各式各樣的改進方式 然後全部把它整合起來 然後也可以看到就是距離最原始的DQN就是灰色的那條線 就是近幾就是整個四年來就是改進了非常的多 那回來回頭來看就是Deep Q Learning Deep Q Learning大概就是這兩篇 就是大家最耳熟能詳的這兩篇paper 那它其實就是回到我們最就是這首期的Q Learning 那我們知道Q Learning就是想要去預期說 在當前的這個State下面如果我們採取了這個動作 那它接下來的reward就是可能會是多少 好,然後所以就是我們就會是 就是我們會是在建立在一個很強烈的假設 就是MDT的架構 就是我們相信我們的世界可以被MDP這個東西model 所以我們現在所做的事情就是 就是就是唯一決定我們的未來的事情 完全不是過去的決定所影響 那就是假設在這樣子MDT的強烈強烈的前提之下的話 就是我們就可以就是對於這個Word 就是有一定想的想像 並且就是可以就是利用Q Learning的這個算法 去不斷地利用不斷地嘗試 然後收集經驗 然後就可以把就是Q Learning Q Table給填滿 好,那其實Q Learning的問題就是 就是差別就是在於說 其實我們並不是就是利用大量的實驗 去把剛剛的那個Q Table給填滿 因為事實上是很多時候我們想要用的場景 這個State的和Action的組合數實在是過多 以至於我們完全不太可能去建立一個所謂的table 而且這個table就算我們建立成功了裡面 也會有大部分的地方我們都從來不會經歷過 好,那所以就是其實DQ Learning的問題 就是在於Google提出DQN之前 據說其實就已經有人開始想要 用牛肉、牛肉的方式來 就是來去取代這個Q Table 但是它的問題會是在於說 他們通常都沒辦法熟練 然後就是原因就是Google他們覺得說 這個原因是出在於說就是 我們Sample的就是我們的Opulation 就是Sample出來之後這些觀測值 它其實之間是有非常強烈的correlation 然後除此之外就是我們今天在就是 update這個Q就是這個neuron network的過程中 因為就是不小心得到了一個reward 然後它就會突然有一個劇烈的浮動 然後整個network就要被打很大的感動 然後改完之後重點會是在於說 我們預測出來的會預測出來的新的結果 會很強烈的就是取決於我們曾經做過的一些事情 我們做過就是導致於說就是 今天我們做出了新的選擇之後 得到的那個得到的觀測結果 會完全跟就是另外一個選擇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就是在這方面就是Google他們為了想要就是 讓各個的遊戲可以共用同一個架構 然後他們就使用了一個就是image的一個input 那image的input為了處理這個image的input 他們就使用已經well know的一個是CNN的方式 來提取future 但是要注意的其實是他們並沒有用CNN中的tooling layer 因為CNN的話它其實是價值的 它會是先先使用一個網格的方式 然後去sup那個圖片 所以他想要做的是每一個這個網格這個網格這個網格 然後來去抓就是有相同的一個patent 那所以其實就是因為一般的圖片我們 例如說假設我們要偵測一隻鳥好了 那這個鳥的嘴巴它出現在圖片的哪一個角落 它都還是鳥的嘴巴 所以在CNN中我們會在最後的地方 我們會加上一個puline reward 這個puline reward的用途是想要去把就是空間的 上面的相對關係給移除 這在一般的我們在圖片的classification 以及其他的一些應用當中是非常沒sense的 但是問題是在網遊戲上面會非常不沒sense 因為今天這個敵人出現在我的旁邊 和你我很遠的那方根本是怎麼回事 對所以他們就是在那個其實DQN裡面 其實唯一的小小的改變是CNN的 最後一層的puline layer是被他們拔掉的 那想要就是一般會讓這個neuron network 無法收斂的這兩個東西 這兩個缺點他們則是用就是有兩個機制 來去解決它 第一個機制是experience replay 這個東西它實在是它實在於說就是 因為我們既然我們今天的就是上一秒的結果 和下一秒的結果還有非常高度的相關 但是問題是我們的qlending這個東西 就是先例的前提假設是NBEP嘛 NBEP就告訴我們說前個stater和後一個stater 就是我們可以完全不考慮前個stater是什麼 我們只要考慮現在這個stater 和我們現在可以做出了選擇 我們就可以決定未來嘛 所以過去其實對他們來說是不重要的 那既然過去是不重要的 他們就決定把所有就是跑完 跑完就是一個很長的一個時間之後 他們就把收集到了所有的經驗 全部把它丟到一個丟到一個 反正就是把它塞在一起 然後就是儲存在一起 然後接下來就把它打亂 打亂之後他們在隨機從裡面sample 只sample都寫出來進行就是neuron的update 那如此一來他就可以把就是1234的這些順序 全部都被就是都會被就是處理掉 所以他們就會只剩下說就是 每一次我們就是針對同樣的一組 就是得到隨便的隨機的一組stater和action 然後以及他得到的接下來的另外一個stater 提加一和stater和action提加一 然後來去就是來去看他的得到的那個reward 然後去update他的neurwork 那在這一邊的話其實就可以把它想像成 就是我們一般就有crossification的一個work 他其實就比較像是就是我們今天隨便拿一張圖片 然後就連去然後我們就告訴他說 好那你現在告訴我這張圖片是哪一個類別的 那這邊的話就會是我們現在隨便拿出一組 就是過去的state還有過去他採取的action 然後到下一個state還有得到的reward 這一個pair 然後他隨便拿一個pair 你就要告訴他說 哦那這個這個動作他到底做的多好 就是那個q value 對 那接下來是下一個機制 下一個機制是他們為了想要去避免 就是很強烈的這個震盪 他們決定把就是target的neurwork給fix through 什麼叫target的neurwork把它fix through 這一邊這一塊就是target network 這個target network 他會是中期性的去repray 而不會是每一回合都 就決定去update 而不是每一回合都update 所以在就是在我們再去評測 這個neurwork copy network 是用於就是我們去評估就是mix的一個 就是最大的一個預期值 然後current state使用的採取的這個neurwork 才是會是隨著每一個ASO去update的 然後最後他還做出了一個小小的變動 我看原本的paper他們是說 他們為什麼要做出這個變動 是為了讓就是我們score的這個scale不要太大 然後就是導致就是我們從這個game 切換到另外一個game的時候 我們需要改變太多的參數 譬如人靈倫圖 那這問題是陳元榮老師他的上課提到的說 提到的說法則是說他們覺得他就是去調整這個score的這個scale 而是為了就是避免一些震盪的情形發生 對那因為我其實這裡沒有試用過 就是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能在可以就是覺得說這個東西 並不是這麼的恰當的話 可以來看看就是來檢視 到時候來檢視看看這樣子的scale方式到底好不好 因為他其實是一種很強烈的scale方式 就是他直接把所有正的旅握全部都射成1 所有負的旅握全部射成-1 那其實大家也可以馬上就會想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今天如果我做這件事情 做這件事情採取action-A和採取action-B 所得到的旅握相差非常大的時候怎麼辦呢? 很簡單他就是完全感覺不出來 那所以這件事我們可以完全可以就是 可以理解說為什麼他會學不好long turn 旅握這件事情 那在這一方面我們就是後面會再就是做Dance的路的探討 好 所以這又是今天就是DeepMap 他提出的最原始的OTQL的架構 就是他會先把就是鋼琴的frame 還有就是前面四 就是前面三個frame一起stake起來 然後丟進去 然後會經過CNN 然後不會經過Fulling layer 然後接下來再經過一個Fulling Command layer 然後就output說就是經過兩層Fulling Command layer 然後就output就是對QValue的一個不禁止 那就是這樣子的一個DQN他到底學到了什麼 這邊的話其實有另外一個contact 不過他是在Vitualize A3C的 然後這邊也是就是去 然後他是去年才提出來的 然後他是試圖去Vitualize DQN 然後到底學到了什麼東西 那他的就是順序的話就是A先傳一個DQN 然後接下來就是去記錄這個DQN 他就是他在update的時候 就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他就是接下來再用T-Shine 然後去就是去視覺化這個lata 然後再來去解釋他 那其實如果大家有對DQN還滿有興趣的話 想要知道他到底學到什麼東西 他其實這個tip裡面 他有提出一些不同的就是不同的觀察方式 然後可以看到一些DQN裡面滿有趣的方向 那這邊會先簡單介紹一下是 這邊的話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好像其實在2015年那邊Paper 就是Google在DQN他們在最後面也有放出類似的圖 那他們是發現說今天就是在玩 就是DQN在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他其實其實他的policy是可以被cluster 然後他們也就是會發現說像他這一次他選這個 就是這一個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時候練的這個DQN 他所學到的policy是 他必須要先在最左邊的地方打出一個洞 那等我們就玩過就是blackout 就是blackout的話 大家應該知道說 如果你先打一個隧道出去 然後讓那個球可以再上去砍一個 什麼時候不用做 然後他就會等到你得到多個 對所以機器也學到這一點 然後也是他就很開心 他們就會很開心的 先想要在左邊打一個洞 但是他們也發現說這個 這個engine他會為了想要在左邊打一個洞 然後他如果還沒有把左邊的洞打出來之前 他就不會做其他事 他就拼命也想要在左邊打一個洞 然後他們也發現說你看 像他們在左邊打一個洞這件事情 他其實是在繞出去的 然後等他打完洞之後呢 又發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在 就是可以做出其他事情的話又再繞回來 那就是更詳細的圖會在這兒 就是他們的順序會是這樣子繞到出去 然後就是其實 就是同樣的類似的一個policy 他們會放就是其實是可以被 卡拉扯到類似的地方去 那這件事情他們是用這個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medialize 是來證明說 我們DQN他學到的東西 他其實是有一定的階層性的 那大概一旦就是 我們的paper list上面有一個叫 Hiratic codecule 那Hiratic codecule的這種重點就是 希望說我們可以分成就是兩個階層來學習policy 一個階層是就是如何操縱底下的小子policy 然後子policy它是一個更為genial的東西 然後就是可以genial在電汗原子之間 那他們就是發現說其實DQNative他可以學到這個東西 只是他沒有辦法知道說 就是我們就是應該說我們人類也沒辦法 就是從他已經學好的這個網路的架構中 把這個Hiratic codecule給真正的擷取出來 然後讓他可以就是transfer from game to game 所以雖然就是他已經Native學到這個東西 但是目前還沒有人可以直接從DQN Native學到這個Hiratic codecule的架構裡面做出什麼事情 只是我們目前已經發現說他有這樣子的現象 所以像以Pakerman來說他其實也是有就是針對不同的 不同的那個policy然後他去做出一個群聚的一個現象 然後他們也發現說就是他會有請假於說 先收集一個收集完一個區域的一個 區域的一個target然後再去走別的區域的target 那目前就是為什麼業界完全就是目前還好像還沒有人真正的可以把DQN 就是使用在一些reo域上面 當然我們有可能可以就是拿來去buy2就是就算推薦系統嘛 對但這問題是你沒有辦法真正的from script 然後用DQN然後讓他可以就是用reforescenario好了 往範一點講連reforescenario他其實都沒有辦法真正的就是set的實際應用上面做出一些事 原因是因為就是覺得好這個原因是我自己的原因 因為也不是可能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在裡面 但是我這邊就先列出就是目前我所看到的一些一些現象 包含就是我們我覺得MDP的這個假設真的非常的強烈 那其實這個東西不是只有我都覺得就是有一些人他們也嘗試把RNN和RSTN跟這個BQN 就是卡卡在一起但是目前都是一些名不見證 名不見證就還可以喝原因是因為他們都走不好 對然後目前我就是也還沒有人就是人可以提出 沒有人可以提出一個就是稍微好一點的idea來處理這件事情 然後還有就是Clean score這件事情他會去 他會去使得我們的long-term reward變成看不見 好然後還有就是understanding這件事情好像其實在就是 繼reforescenario之後下一個火紅的toppy叫meta-learning meta-learning的意思就是smelling to learn這一塊 以及就是很古老的就是AI的另外一支叫做sample sample AI嗎?反正就是象徵性的AI 那一塊方面也是非常的自閉於去做的事情就是 今天我們機器的確可以跟我們所願的往這邊走了 但是他知道為什麼他要往這邊走嗎? 今天就是我們的機器他已經會玩Packman了 那他玩Packman的時候他懂得就是要去收集一些 就是target object那他懂得要去避開你 但是問題是他知道為什麼他要避開你這件事情 那有一部分的人馬是認為說知不知道無所謂 但是另外一部分的人馬是認為說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你怎麼舉一反三那你無法舉一反三的話 我們要怎麼真正的去使用它 那以及就是另外一部分還有一部分的人提出說 如果我們根本不知道他為什麼這樣做的話 那他是安全的嗎?對那又是其他的移序了 好那這部分我們先就是先討論就是剛剛提出的這三點 這三點的話包含就是MDPL還有是我們非常開心得到的 這在我們就是讀書會的最剛開始的時候就已經提到這東西 然後之後我們所有的讀書會的走向全部都非上這個東西在走 那說的問題是而且因為我們有MDPL所以我們可以有experience 但是其實TD learning的所有的分支幾乎都是建立在MDPL的架頭上 的前提之下但說的問題是在MDPL的話 我們可以非常確定首先你看像Breadout就很自然嘛 今天我們在這樣子的這個階段 他的確就是我們接下來做任何事情的確都完全不是我們前面 做了什麼事情的影響我們只要就是繼續把就是這些方法 給消滅掉就好 但是另外一個是目前一直到現在為止 從來沒有一個人可以真正的利用就是完全不排 就是不用任何的handcraft的一個spear 就可以把這個問題解決掉 這個是Acolic Dume其中一個 那他的問題是在說他必須要先拿到鑰匙才可以看的 但是問題是Dume去來說先拿到鑰匙 這件事情實在是太難了 因為他要怎麼知道說就是因為他其實事實上是 我們拿到鑰匙之後 他並不會其實說我們拿到鑰匙是什麼 就是你也知道 就是我們在玩那個鑰匙的時候 他可能是鑰匙不見或是有一些另外一個變化 那所以你也是就是他其實是感覺不到的 而且他就一直想要去撞門 然後然後他沒有鑰匙 真的最近有一天新的論文 他的假設是說人類的reinforcing 因為你跟machine-reinforcing 目前有一個很大的不一樣 人類除了這個target 就是你現在的這個reinforcing 他會去搜集透過視覺、聽覺去搜集bedroom 所有的information 所以他有那個prior 他有鮮艷知識在 對 然後他有做一個蠻privile的實驗 是他把這些視覺的暗示全部打亂 那得到的結果是人類的prior跟機器的陪伴一樣爛 對 最近有一天pepper他的一個假設是這樣 但其實現在的問題是在於說 其實蠻就是當然他就是可能是 做這篇配合才有就是真的adress這個問題 但是其實就是一直打開一直打開 想要去幫機器有一個pire knowledge這件事情 可是問題會是在於說 其實機器其實連真連就是 就是他沒有辦法自己學會去分辨 敵人和朋友之間的差別 就是假設我們今天我們只是 就是只講這件事情好了 我們只講敵人和朋友 就是目前好他還我們還沒有辦法 真的整整的讓機器學習到說 就是會對我們產生 會對他產生傷害的是敵人 會對他產生幫助的是朋友 就是連這樣子的一個區分 目前為他做到和好 那其實pire knowledge為什麼要可以被利用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可以把 我們所得到的開藥拿人去去抽象化 那我們抽象化之後才可以應用到各個不同的地方 譬如說像我們開藥鑰匙 我就會很自然而想到他可以去看了 對然後但是問題是其實現在大家其實是卡在 就是我看其實很多pip其實也有提到這個問題 是我們沒辦法就是讓就是很難去讓就是做出 就是叫起放機器做一個單一的一個test之後 沒辦法去拉開那個variance 像前一陣子在那個中研院就是有那個海歸的一些 就是一些研究人員他們去分享他們的pip 那他就其中一個人他就提到說他想要去做就是做機器人 那他做機器人的時候他又說 噢剛剛他死的時候他想做這東西的時候 就看到有人放出了一個宣傳片 他已經做出了一個很厲害的機器人是他可以幫你倒咖啡 就是你可以就是他可以把一個杯子拿過來 然後到咖啡機下面然後接完咖啡之後再送到你面前 但是問題是接下來他就發現說他必須要 這個杯子必須要用指定的大小 然後必須放在指定的位置他找到偏離了 那個已經繡繞不到 那所以那位研究人員他們也是想要致力於就是 處理這樣子一個小小的variance 而事實上是目前也真的小小的variance 但他沒辦法做到很好 那這部分的話其實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然後還有另外兩篇paper他們其實是有 一篇是叫做compost skills 他們就是想要去處理這個 這個就是所謂的case之間的variance 他這個case之間variance是 他們在minecraft上做的 在minecraft上面然後他 他的skill很簡單 他又是只有六個skill 六個skill裡面的話就是包含就是他有兩個種類 一個是拿起來然後一個是避開就是兩個種類的動作 然後三個object ABC 然後ABC長相不一樣 那接下來他就是希望說今天如果我已經教過他 就是拿起A避開B 那我不希望我還要再教他說拿起B避開A 那但是他在這一方面的話他目前就是 他其實已經可以做到這一點了 但是他沒有辦法就是讓就是這個拿起A避開B 這個東西是人類給他的指定 他沒有辦法讓機器知道說 喔這因為這是敵人所以我要避開他 但是到底需不需要這件事情 其實目前也都還是存在一個很大的爭議就是去了 對然後另外一個是就是reward的部分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說就是long-time 旅渦的問題 那今天他如果已經把這個旅渦 skill到了離開A避之前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今天如果long-旅渦 我們通常long-time 旅渦 為什麼會大家會希望可以去得到他 就是因為他通常都很大 然後會比我們就是我們今天假設我們有兩個solution 一個solution是走上面的條線 然後我們可以收集到五個立即的旅渦 如果我們走下面的條線 我們會在前四步的時候什麼都沒有 但是我們第五步的時候會有一個 比五個立即旅渦都還要大的一個容詮很多 那當然就是有自己機會的人 一定會想要在選下面 當然先提出我們會 就是我們是那種不會現實牛化塔的人 我們才會選下面 可是機器的話對他來說 他可能甚至連旅渦的可能性都沒有 是因為他把他skill到負義和義之間了 所以今天就算我們就是這個punish是很大的 或者是這個獎勵是非常大的 他其實都感覺不出來 這邊我有個想法喔 現在我們大部分 在做reforce 他的reward都是一個 講白就是一個accumulate的scaler 對 就是整數在accumulate 那有一種可能 或許把它改成是一個function 比如一個reward function 它的變化性會比較大一點 就像我一直抱持一個想法 上次那個好像laring 所以我說 有人在 問說一個game跟reward 那我自己抱持的想法 但大部分人都不 好吧 我想大部分學者都不接受 我這樣的機器的想法 我認為 suitify learning 是一種reforce 其中一種形式 那我抱持的點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suitify learning 它的cause function 其實就是一個非常定義完整的reward function 我只要去minimize兩者 不管是用軍方插 還是用其他方法 那個messment 最起碼就是要讓兩個能夠曲解 那其實在得 反正講就是 它越輕易 它的屢落其實就越大 這是我 我以這種思考點 我沒有考慮到說 因為一般的reward learning 都會講說跟environment互動 這是suitify learning 沒有的 他會強調這個 然後有palsing 那我覺得 我自己的想法是 suitify learning 它這一套 基本上它的palsing 就是很單純 就是趨近到 你要的tugging 你的label 這是我抱持的想法 所以 反過來回到剛剛的主題 如果說 未來有人能想出一個很好的reward function 它不見得是linear了 那或許這個問題 你提到這個 cable score造成的 這個機器跟人的差別現象 或許可以更容易去接近 可能沒辦法完全一口 但是可能會提升 就是我有一點想法 謝謝 那啊 其實關於剛剛的兩個想法 關於就是reward function的想法 以及reward function的想法 其實今天如果我們是在general AI的這一塊 就是classical AI classical AI這一塊 他們其實是把它很簡單的 就是全部都通稱為heuristic function 那heuristic function 當時我們老師在教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就說啊這個東西就好像 我們想要從跟上帝借一隻眼睛 就是今天我們為什麼會 就是要heuristic function 就是因為真正的那個objective function 是我們永遠得不到的 然後這個heuristic function 就是其實是我們就是利用各式的方法 然後想要去來評估現在的狀態 然後來去得到一個東西 的確就是像這樣子reward function 這種概念其實是一樣的 那然後的確就像我們剛剛說的 就是reward function 它就是它其實就是已經 我們已經很確定說 這樣子就是最好的一個heuristic 但是問題是在reward 這一塊我們大部分應用上面 其實就像我們就是在人生學園上面 大部分我們也都不知道 我們的heuristic function 這個目標是什麼其實是類似的概念 對 然後像關於比如說understanding understanding這一塊 真的就是非常多人在玩 但是它就是你經理實用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地遙遠這樣 然後它是 那為什麼我們會需要這個東西呢? 首先如果我們有辦法 就是如果這機器它有辦法知道說 它為什麼要做出B開A 然後為什麼要做出靠近B這個動作 它知道A和B就是它的意義的話 那是不是我們在transfer任務的時候 會做得更好? 譬如說像今天 我們可以知道說很多 Apple裡面有非常多game 都跟Pakman一樣 我們都是要被一個東西追著跑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去找新文藥的保護來去吃它 那其實非常多的game在Apple裡面 它都是類似的形式 它也是一個迷宮 然後裡面有非常多的target 然後有的有mmy 有的裡面有enemy 然後甚至還有一個非常酷 但是enemy一定要被你主動射殺 射殺的時候它才會變寶箱 就有點像是我們一般在玩手遊的時候 你要反怪打死 你才會有PK意見 但是如果今天我們有辦法 其實機器它有辦法知道說 它為什麼要就是遠離這個要靠近 靠近耐者的話 那是不是我們有沒有可能就是 在這麼相似的問題的game上面 我們不需要重新學習 或者是我們也不需要有一個 所謂的更general的一個演算法 然後因為它為了要mix 就是maximize for所有的game 然後導致它在單一的game上 其實就是沒有辦法玩的 跟就是你單讀券的那個內容還要好的 那另外一部分的話則是 就是剛剛提到的object thinking 好然後就是還有就是我們 就是object thinking就是我們 不想要把所有的situation 我們都要交打一次 就像是我們今天在寫 function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要寫 function 就是因為同樣的功能 我們不需要寫100次嘛 可是問題是就是在DQA裡面 這東西變得更challenge了 因為我們並不是只要寫100次 同樣的function就好 我們只要去chall 100個model 而這100個model 也要很該死的在我們記憶體裡面 占幾大的空間 那我們不希望說今天我們有一個rump 就是我們今天有了一個機器人 然後我們要告訴他 教他把盤子拿起來之後 我們還要教他把盤子拿起來 教完他把盤子拿起來 之後我們還要教他把盤子拿起來 之後我們還要教他把盤子拿起來 對 那再來就是 這目前還是一個open question 那剛剛我提到的various of text 他是和compost scale 他們這張pand paper 他們其實就是分別就是想要去學習說 我要如何把就是compost scale 是想要把兩個相同的意象 然後可以同時的去執行 因為現在很多的時候 他們其實就是engine他會 就是只顧著collect collect他就會忘記去 就是keeping away from being 對 然後他們是想要把這個東西 是可以被同時去被考量的 然後所以他其實算是有一點像是 multi goal的一個概念 然後zero shot的話 這是他是想要去把 就是taste的這個variance給拉開 然後還有就是google最先提出來的 其實所有不買 雖然其實他其實只是model 就是想要去學習什麼樣子 就是經過觀察 然後觀察另外一個object的行為 然後去model這個object的變化 那所以也是當然跟大家表示說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engine其實很厲害 但是於是想要說他已經算是所有 很慢了好像還差了一點 對 那最後就是一些簡單一些提到一些就是 DQN之後的一個就是一些改良的方法 那包含就是doubleDQN也是2015年提出來的 他好像很簡單 然後他的 他們也是在說今天如果我要fix這個target的neward 那我為什麼不乾脆直接把它變成另外一個neward 所以他這邊的話原本我們的做法是就是利用就是 其實本質上他就用同一個neward 然後來去計算出這個就是這個neward的這個Q 他其實是想要得到的是這個就是evaluate 他這個Q的一個就是這個現在目前的這個selection 是不是好的 好然後接下來就是另外一個就是另外一個Q的話 就是原本的那個Q 他是希望可以拿來就是來去選擇 然後用哪一個action 那選擇哪一個action和evaluate哪一個 就是現在好不好這件事情 我們不希望用同一個neward來完成 所以他把它分開分變成兩個neward 好然後另外一個則是 就是剛剛的剛剛我們有提到就是experience的一個 一個一配 然後他現在是把他把這個experience 利用就是DQN的error 然後去做一個parallic parallic queue 然後他的就是他的直覺是說 就是今天我們通常都會希望我們學不好的東西 我們學不好的東西被反覆拿出來學 然後學到好的東西就把它就是就hold住就好了 所以就是他在這一篇的時候 他又就是只是簡單的加上一個就是order 然後就有讓他的performance得到很好的提示 好然後再來就是2016年ICM的base paper 這叫during network 他的概念其實也是很簡單 但是真的很酷 就是他把他最後面的就是尾端 原本是during network是上面的那個架構嘛 那下面那個架構的就是during during的意思是說他就是除了我們在 就是那個上面的這個是vvary 就是我們去就是像舊的network一樣 我們去evaluate這個stake有多好 另外就是我們下面下面還多了一個 另外一個output 這個output是一個叫做a的這個score 那這個a他其實是想要得到的是 就是advantage function 就是想要知道說我們今天採取了 採取了這個動作這個action之後 我們得到的額外的好處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有時候有一些動作本身其實是 就是他的群眾其實就是他其實是很有意義的一個動作 然後但是問題是今天在原本的原本的這個state 原本的這個network上面的話 他這個他的做出來的這個很大的巨大的影鋪 會被捕虐掉 但是在這邊的話他真的是加強了考慮的這一塊 然後最後就是簡單介紹就是2017年另外兩個 那個就是改進 一個改進是就是我們他不想要就是直接去估計說 就是pubator的一個平均值 然後他是估計的是一個就是dispution的一個return 然後另外一個則是noisy 就是他覺得說就是就是alpha 3Ds就是不夠好 然後他決定就是加上一些noisy的stream 那這個noisy的話他可以forse他們的network 去就是去學習路或去一個noisy 然後讓就是一些浮動可以對這個 這個network的一個影響可以講到的最低 然後最後就是remble他其實就是他們就是在整合 整合整個所有的人的一些就是精華所在 所以他也就也用了dual network framework 就是有分別去估計就是造成action造成這個額外的好處 以及value function 然後他也把就是就是評估 評估value function 還有選擇action的一個q network 也分開來就像double planning一樣 然後就是他的experience是priority的 然後他也就是他的return不是一個命 而是一個就是dispution 然後他也就是加上加上了noisy net 然後就是然後有謝謝大家 還有什麼我問還有其他的一些額外的問題嗎 什麼問題 都沒有問題了 所以現在remble的performance是最好就對了是不是 算是對是 可是他好像他不看他並沒有特別提出來說 他就是我看一下下來 就是他會不會比較可以 但是應該是不會 應該是最新的是不是 因為我是今天就今天才剛聽到 所以我們自己沒有聽過的 他是去年十月的 去年十月 去年十月 只是他的那時候造成的感想沒有很大的事 因為他其實沒有提出新的概念 他只是整合 東西湊在一起這樣 對他只是告訴我們 所以把每一個的優點提出來 然後變成 但是我覺得看他的就是made的那一塊 其實我覺得還不錯 是因為你可以知道說 前面的那些work 到底精華在哪 然後你要怎麼把它提出來用 就不用了 就是不用再去implement前面的那些work 所以我可以說這樣 如果今天你真的有什麼task 你想用RL來try的話 就從remble開始嗎 我不太建議 因為某種程度上 首先某種程度上 remble他可以解決的東西 我個人覺得during duringDQ1其實也懂 就是他不能解決的東西 其實並沒有跟其他的人差不多 就是他並不會說 因為你用了remble之後 就是你本來不能解決的work 他就變成了解決 那所以你是用remble的話 他的問題會是在於說 你會有bug 就是你不知道說到底是哪一邊來的bug 因為他的內容變得更複雜了 就是如果只是that first try 他最好還是用最簡單的 也不一定要直接用during 還回去用肌膚 因為肌膚劑真的是太多了 但這裡也可以使用during 你看during的功能其實也很好 然後during就是吃完 用完之後覺得說 是有可能性的 可能再化成rubble更換好一點 你知道像Actor Quilin這邊只有A3C 有其他基於Actor Quilin的方式 後續我在做同樣這一塊嗎 只要看過了沒有 不是好像沒有看過 從A3C之後我們就沒有 我先說一下我為什麼把它化掉 我忘記錯了 因為我把它化掉了 有點像我今天沒有要講到 好然後再來就是 我後面因為我其實後面其實是focus啊 是在如何去把它的核心肝炎給抓出來 然後全部都會到別人那邊去 所以就是像Visualize的話 人家有去Visualize A3C 然後還有就是關於就是剛剛提到的 就是如何去提升text之間的various 然後他們也有基於AC network的一個架構 去真正它進行改良 但是純粹就是以同樣的就是這樣子的一個 同樣的設定環境下面 然後去抽performance 好像真的比較難看 這個我會覺得比較好奇 或許是deep mind那邊的人研究game的不多 因為A4C基本上跟game在某個意義上 是link的 對對對 所以有可能基於這樣的一個concept的改進 有可能跟這個DQN 就一個model延伸出來的 是有computive 可是我覺得其實還有那樣的可能性 其實是就是研究AC的 A3C的耐取了他們可能並沒有繼續 就是執著壓他人 對 因為基本能力他可以玩很多東西 他不一定要執著 對阿可能就沒有同樣這樣的比較 對沒有執著 但是就是相對於 不僅你上天列大概有七八篇pe本以外 其他lab實驗室的其他的大大小公司 based on DQN 變化的非常多 但是based on SE 的很少很少 照我看過的pepper 出版量 他不習得相對少很多 所以這是一個我覺得蠻有趣的現象 蠻有趣的 我覺得可以看一下 所以你在看的時候 譬如說之前不是一直有人在講說 實際上RL不能解決實際的 還沒有就是可以解決實際的問題 是這樣子嗎 還是已經陸陸續續有看到一些pepper 就是RL解決的一些問題這樣 我個人的意見是 他目前還是一個 一個就是improve的一個東西 就像剛剛我提到的就是推薦系統 他可以去做最後的一個 上線之後的一個小小的微調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極致 他不能當作是一個最核心的一個中心 我覺得還有很多問題 重點是其實今天以Ryews來說MDP就已經fail了 MDP 大部分時候是fail的吧 對 如果他不fail的話應該就是 因為我們假設有一些東西 我們已經弄掉了 哈哈 就是其實這塊的確實 這塊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是我一直覺得譬如說你那個 這邊也有 其實後來有 我們這本書完全沒有提到 有所謂的partial partial MVP partial MVP 他就不 不刺 這 是fully要commute 就是不要 不要那麼堅持了 對對對 但是有一些 比如說他所謂的state 就是說 其實那個state 比如說假設我現在說 我的state 我是涵蓋的time step 是 比如說是 涵蓋到過去的 比如我今天 比如你這樣想說今天 就是跟今天 他整個假設是這樣子 但是假設我這個state 本身就已經是涵蓋了 比如說過去七天的一個訊息 我印象之前有描過 有一篇 paper 因為他不問我這邊 有問號說我們去看 然後他的概念是 就是想要去把 就是學習如何去有一個好的state 對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另外一篇 paper 是學習如何預測下一個state 對 因為現在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他現在的next state 其實是已經做完之後 再回頭或去看的 對 他並不是就是在當下之後 他就已經可以預測的時候 假設我做比較好 對 然後所以我們現在 一看 paper 認為我這樣就沒 sense 所以他們就 就是去預期next state 但是很顯然的是 他的performance 至少在Aktari上面 他其實是沒有辦法做到很好 但是然後他也沒辦法提出 外必需要用他們的一個 實際的情況 好 對 謝謝 謝謝 那大家如果有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開始下一張囉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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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